这个徒弟是白眼狼 师父好心带他去外面餐馆捞外快 然而等他把菜品基本上都掌握以后 竟联合餐馆的经理把师父扫地出门 自己顶了师父的趣 等做完箭直回来 师父不过发两句唠嗖 他竟指着师父的鼻子破口打骂 还扬言如果再回食堂 师父平静地看着他 有哭那天甭着急 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没过多久徒弟做的菜就出问题了 客人说好几道菜做的都不对 客人们吃惯了师父做的川菜 在吃徒弟做的总感觉不对味 久而久之原本火爆的川菜馆就变得冷清起来 眼瞅着生意一落千兆 餐馆经理直接把怒火撒到了徒弟身上 胖子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会不会做菜 胖子这才醒过味来 原来师父并没有把手艺全交给自己 这时参观经理也下了死命令 再有客人不买账 胖子就得卷破盖走人 危机感陡增的胖子拼命钻研师父教的厨艺 可做出来的菜品依然不尽人意 你这厨师是不是换人了 胖子无计可施 寻味尽佐料的小陈 小陈告诉他 有几位关键的佐料都是师父亲自去买的 别人根本不知道 这下可折子了 见胖子没了价值经理直接扫地出门 别家 我可为了你们 我连工厂的工作我都丢了 那是你活该 见经理过河拆球 胖子哭丧着脸 想让我走野城 把这个月工钱给我结了 佐料经理良言一番 你耽误我饭店生意 还没找你算账呢 竟还敢找我要工钱 去去去 赶紧走 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这下连芝麻也丢了 胖子终于后悔莫及 厚着脸皮去找师父希望能重回工厂食堂 我再有外心 我 我他妈 我他妈就不是人 师父决定给他个教训 妈妈 我回去吧 哥嘞 看不下去的大徒弟马华早就等着一声了 只见他从汤锅里摇起一勺子清水 朝胖子头顶浇了下去 在大清朝 你呀就是一太监 接着轮到二徒弟一碗菜丝盖向胖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 你呀绝对就是一大汉奸 最后轮到酸徒弟 端着一碗面粉出来 呼啦一下全盖上去 解放战争 你呀就是一 叛徒 胖子气得咬牙切齿 眼瞅着就要炸了 负责传菜的后厨大姐 跑过来一爬揪住耳朵 怒视胖子忘恩负义 胖子终于爆发了 你算哪个葱子 不是 给我转里面啊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猜师父这一次还会再认这个徒弟吗